哇,2月23号了,礼拜一的早晨,我们骑摩托车在经过石兴国小的时候,背后就是石兴国小,不是石兴国小,是安兴国小,安兴国小的正对面啊,正对面,这发现了一块建地,非常别致的一个设计哦,整个竹北应该算是第一个有建商, 在这个基地要开始,新建之前,就已经把这个基地整理的非常漂亮,简直像个公园,而且还有小路,小路,这个建商叫做乔立建设,这个案子叫做爱回家寻觅计划,乔立27年的一个建案,旁边就是一个建材行,那这附近基本上县山,县镇山起周边都已经, 盖的满满满满的一个房子了,也没空地了,周边,在过去一点是,安兴国小旁边的,核实建设的圆圆,以及,在过去一些就是竹峰建设,盖的,十年防水保库那个, 然后在过去是,复雨的天空树,所以在石新路,这一条马路上啊,一直到,装进北路,基本上就已经没有空地了, 所以这一块啊,乔立建设,我个人会认为啊,他的开架可能,会开在三十万以上哦,非常非常有可能,而且他还没,还没正式开案啊,只是说,一个一个,一个基地在这边啊,所以非常厉害, 这个整个石新路,未来在安兴国小周边,应该是会往三十万,啊,单价来迈进,啊,这个发电哥今天在,石新路啊, 安兴国小这边来做的一个,简单的一个,分享,谢谢。 谢谢。